刨根真言 末是奇观 首先是邓小平之子邓普方 在新年的红二代的私人的宴会上说 杀死习不需要千军外马 只需要一名士兵一颗子弹 爆料称邓小平生前为邓家留下了五万规模的秘密部队 而且据说有三十万亿巨额财富 这个发血士要搞掉习为首的反党集团 其实就是公庭内斗 这个预计2024红二代和习的公斗大戏要勾抽叠起 接着一个大瓜 是海南三亚春节三天就蜂拥了70万人次去旅游 到今天至少还有50万人困在三亚不能回家 因为海南省联合航空公司大耍流氓 去城的机票也就1000多块 那么回北京上海现在经济舱全无 商务舱接近2万都是1万89 一家五口要想回北京或者上海 这10万人民币 好